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即将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Stoneport特约赞助播出 周一晚高峰时段地铁出现严重延误 德伦多公车局正式道歉 市议员提议禁止杀害土狼 市议会就该议题展开讨论 教组方计举行就职尼萨超过150万人现场见证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二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 我是高航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多伦多公车局为昨日晚间数次的事故以及延误向民众正式道歉 TTC发言人罗斯表示 昨晚出现的一系列延误事故给乘客造成很大的不便 罗斯说事故包括多次有人报告地铁路轨冒烟 有名乘客在车厢内拉警报线导致停车等等 最为严重的是在傍晚六时许 一列地铁行驶到举邦站附近时车门突然打开 而此时列车扔在运行当中 这一事故导致地铁延误长达24分钟 罗斯表示在下班高峰期间 TTC的服务没有达标 TTC分别以写信和视频的方式向广大乘客做出解释 并将努力工作以改进服务质量 罗斯还说目前仍不清楚地铁车门 为何在运行当中自动打开 他说有可能是TTC职员犯的人为错误 TTC将会进行调查 采取进一步的安全措施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释迦宝一名市议员日前提出一项动议 要求不得在多事范围内杀害土狼 这项动议会在今天的市议会会议上进行讨论 市议员迪贝梅雷 致信多伦多市府市政牌照以及标准委员会 臭民众对部分野生动物的恐惧是出于误解 而射杀或诱补这些动物的建议也是错误的 迪贝梅雷表示 土狼极少对人类构成威胁 过去两年也没有发生过土狼咬人的事件 而最近的一宗土狼伤人案也发生在超过十年前 迪贝梅雷希望当局向动物服务部门颁布法规 制定应急人员工作规范 禁止民众在室内投喂野生动物 以及加强如何与土狼共处的公众教育 上个月 多市警方在Sackville加Carton地区 射杀了一只土狼 警方表示 这只土狼一直在该社区徘徊觅食 并有向人类挑衅的行为 多市警方此举引起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强烈不满 称人们对土狼存在误解 根据多伦多动物服务处的资料显示 土狼属于多市普通野生动物族群的一种 近年来受暖冬影响 土狼活动比以往活跃 奥克维尔市市长伯顿今天对省府表示 在居民社区附近建造天然气发电厂的计划 根本就不合理 无论取消建造发电厂的花销是多少 都不如民众健康 环境保护和社区安全来得重要 燕队省府称 计划建造发电站的地点 1500米的范围之内 有3000户居民 9个学校 一家医院 一所护理院 以及QEW告诉 没有一个社区应该承担 天然气发电厂所带来的危险 安省省府曾经表示 取消建造发电站的花销为4000万加元 但能源专家则表示 实际数字是这个金额的15倍 安省能源厅长薛亚里 在昨天首次承认 取消建造发电站的资金估算可能出错 反对党派长期以来 一直对自由党政府给出的数字有意义 而在自由党政府宣布取消建造 另外一座位于密西沙加市的发电站之后 质疑的声音喧嚣之上 目前此事正受到司法委员会的调查 安省电力局高层Joanne Butler 以及前任内阁秘书华莱士 也在今天出席听证会 进步保守党希望能够从中找出 自由党政府在此案决策上 进行政治干预的证据 此外自由党政府还会在周四 要求密西沙加市市长进行听证 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生林郡被害案 目前正在预审过程当中 据悉案件疑犯Luca Mcnotta 今天在庭审过程当中怀疑因为 过度紧张而昏倒 Mcnotta在听取证词的过程当中 显得身体不适 一直把手遮住嘴上 大部分时间双眼紧闭 并且不时以手示泪 庭审开始后大约十分钟 他向保安请求休息五分钟 法官准许之后 Mcnotta从座位上站起 随后就晕倒在地 法官立即要求把手在庭外 安全门两侧的工作人员 批出通道让救护车可以驶入 魁省和大西洋省份 近日迎来一场严重的暴风雪 今天仅魁省就有超过50所学校 因为恶劣天气而关闭 让学生们在冬季的最后一天 享受到了下雪的快乐 今天是冬季的最后一天 魁省的蒙特利尔地区和南部 大部分地区的降雪量达到15公分 局部地区降雪量预计为20到25厘米之间 暴风雪将在夜间进入大西洋省份 带来雨加雪和冰雹 并可能为明天早上民众通勤造成不便 西斯科社省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以及新布伦瑞克省等地的降雪量 预计在10到15厘米之间 此外 该地区在周五 还将迎来另外一场暴风雪 蒙特利尔市政府建议民众 外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市府已经派出1000辆铲雪车 清理道路积雪 重点清理公交站 火车站 医院和学校周围的道路 此外 市府还称 蒙特利尔地区在这个冬季 总共迎来了大约243公分的降雪 比过去30年的平均降雪量 多了17% 下过消息过后 先上市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还有国际新闻 一会儿见 随心所欲 近在云端 海南航空 请把自己的问题 自己身体的问题写上 别让他看着 然后咱看看他看得准不准 这个椎体 颈椎不好 你有颈椎病 对 前几年颈椎病 颈椎的关节炎 这个水平线以下 就是属肚脐以下的疾病 都会在这一块显现 对 还有这里面就要讲到 他的血管走向了 分布遍及多伦多 温哥环 北京的明锐集团 汇集加美中多国财税 金融及保险业专家 充分利用政策和契约 帮助家庭与企业 保护财富 创造财富 转移财富 明以研制 锐以上德 明锐集团以专业诚信的服务 帮助客户实现持久的财务健康 用英语人士的角度 对中国内地各级政府和企业家 进行宣传和对话 记录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新成就 How are companies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seeking to protect their inventions Could China's reputation change A hub for imitation or innovation WOW TV 带您看中国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回到3月19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教宗方济的就职弥撒 今天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举行 超过150万人在乘见证 教宗展现简朴亲民风格 他选择穿着白色长袍 梅萨开始前在广场上近距离地接触民众 教宗方济的就职弥撒 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 教宗先乘车绕行广场 他亲闻小孩及残障人士 仪式开始 教宗在教会代表和教会高层的陪同下 先到圣伯多禄大教堂地下的圣伯多禄陵墓 向首任教宗致役 他先鞠躬后下跪 教宗方济选择穿着简朴的白色长袍 步出圣伯多禄广场 展开就职弥撒 首先向祭台奉香 之后行到圣伯多禄大教堂前面的台阶 由资历高的书记手上 接过两件象征教宗权利的信物 第一件是用白色羊毛编织 绣上红色十字架的伯多禄肩带 第二件是刻有圣伯多禄 在渔传撒网的图案以及教宗方济名字的渔夫戒指 六名书记主教代表书记团向教宗行下跪礼以示效忠 教宗分别用英文 意大利文以及希腊文等多国语言读经和讲道 之后主持圣餐 教宗方济在就职弥撒后 在人群当中步行25分钟亲近民众 大批信众以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元首领袖和代表 包括台湾的马英九总统在圣伯多禄广场见证教宗就职 弥撒结束后 邦记在圣伯多禄大教堂内接见前来观礼的元首和领袖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及附近地区 今天发生了一系列的汽车炸弹和暴力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6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今天上午巴格达数个什叶派穆斯林居民区 发生至少12起汽车炸弹爆炸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与此同时在巴格达西部东部和南部 也分别发生汽车炸弹爆炸和枪击事件 此外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开着装有炸药的卡车 冲进巴格达以南50公里处的一座军营 与此同时军营附近还发生另一起汽车炸弹爆炸 造成数十人死伤 内政部官员说随着救援工作的展开 伤亡人数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有报道说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 巴格达最血腥的一天 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布制造了当天的袭击事件 3月20号是伊拉克战争爆发10周年纪念日 近期伊拉克的暴力袭击事件时有发生 教派冲突加剧 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叙利亚官方电视台今天报道 反对派武装人员在阿勒坡省使用含有化学物质的火箭弹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根据报道 事发地点为阿勒坡省西南部坎阿萨镇 官方电视台没有给出更多细节 如果该消息属实 则是叙利亚局势动荡 两年来反对派首次使用化学武器 此外其他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称 当地医院收治的受伤者有窒息和中毒症状 这些症状可能是由火箭弹弹头中装载的化学物质释放的气体造成的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当天否认其在坎阿萨镇使用化学武器 并指责是政府军在交火当中使用了含有化学物质的火箭弹 据报道 坎阿萨镇具有战略重要性 因此围绕该镇的战斗一直比较激烈 反对派武装此前成功占领该镇一处警察学校 但政府军于上周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 试图重战该镇 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朝鲜发放宣传片 声称有能力向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动核攻击 朝鲜网站发布最新宣传片段 包括有军队演练以及阅兵时展示的长城导弹及发炮攻击的片段 并出现瞄准白宫击中美国国会大楼的画面 旁白和字幕宣称朝鲜的监视系统已捕捉到白宫 美国已经在核弹攻击范围之内 朝鲜有能力永久摧毁美国 由于朝鲜早前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令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出双方的宣传战 南北朝边境气氛保持平静 未见有特别军事调动 在板门殿休战村一如平日 朝鲜士兵通过望远镜监视对方的活动情况 平壤政府因不满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制裁朝鲜及美国与韩国举行联合军演 已经单方面宣布废除停战协议 并切断在板门殿休战村联络事务所的热线电话 以及暂停双方每天两次的互相通报工作 而美国国防部就首次公开证实 美韩在本月初开始的联合军演 美军曾两度出动可携带核弹头的B-52远程战略轰炸机 进行模拟投弹训练以加强阻吓力量